我这个问题是代表香港一些年轻人向你问的 在过去的七个月社会发生暴乱 很多年轻人说要求民主和自由 难道香港今天民主和自由没有吗 原来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天 而是2047年 年轻人担心2047之后 香港还会不会有一国两制呢 到时会不会只有一国一制呢 这次的社会动荡 或多或少是反映出在社会上 对于一国两制的信心 讲义人关心到的是基本法第五条里面 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是五十年不变 我的看法是这样 只要我们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 深入去推进一国两制的实践 而且是要有充分的理解和贯彻 这个一国两制的方针 是符合香港居民的利益 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 一国两制是会恒稳致远 2047年之后是不会改变的 在这个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 我们必须要维护一国之本 然后是尊重两制的差异 唯有是坚守这个一国的原则 一国两制才有机会 可以在我刚才说的 恒稳致远之下是继续前进 所以只要按着上述的方针 大家都珍惜一国两制 我看不到蔣议员刚才那个担心 我也都希望在这里和香港的青年人谈 事实上大部分这些青年人 都在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之后出生 一国两制就确保了他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能够享有一个很稳定 亦都相对很繁荣的香港 让他们可以接受教育 就业 甚至日后来都可以创业 请大家珍惜 这个确保了香港稳定繁荣的非常之有效的制度 不要因为一时的误会 欠缺了对于一国两制 对于基本法的理解 而去破坏了这个这么重要的原则和方针 否则他们自己今天担心会出现的情况 可能是由他们自己一手造成